2009年,在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,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七五惨案。这个事件,如同北京天安门8964事件一样,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动。从此,7月5号这个日子,也成为了一个不寻常的日子。 记者获信,在七五这个明暗日之前,6月下旬,中国政府的孟建柱,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使,访问了德国。 26号,他在慕尼黑会见了州长泽霍夫。据德国媒体报道,中国政府一贯指责,总部涉在慕尼黑的流亡维吾尔人的组织,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,是个恐怖分子组织。 孟建柱这次访问,再次要求德国政府,取缔驱逐这个组织。 对此,市委大会的副主席,阿斯卡·坎,在德国电视台对他的采访报道中说,他说,德国府再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,他以前就这个问题回答过他们,我们的协会是按照德国法律建立的协会,并且一切运作都是透明的。 因此,毫无理由关闭我们协会,巴巴利亚州议会绿党的议会党团主席,马加雷特·鲍瑟,去年,在和德霍夫一起访问中国的时候,曾经单独会见过,著名的异裔艺术家艾未未。 由于在孟姬黑,他受到中国外事人员对他和市委大会联系的监视,鲍瑟已经向德国检察院提出诉讼。 对此,上星期,他在参加市委大会的活动时,对记者说,多年以来,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。 但是同样的是,巴巴利亚的德国政界,无论是哪个党派的人,都不会向这种压力欺负,我们明确地向他们表示,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,这里有言论自由,民主自由,我们不会就此退让任何一毫米。 就在孟建柱部长到访之前,24号,巴巴利亚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马库斯·林德斯·帕赫尔,在他举办了一个有关斋月的活动中,邀请了在慕尼黑的各界代表,政界人物,也邀请了市委大会的代表,和中国驻慕尼黑领馆的副领事,孙瑞英。 媒体报道说,孙瑞英在和市委大会的代表,和影,并且交换了名片后,脸色突然大变,立即要回名片,并且要求删除照片。 关于这个事件,26号,林德斯·帕赫尔对记者说,这位中国外交官,突然走到我面前对我说,你邀请的人员是有问题的,你们不应该邀请维吾尔人来,你必须决定, 是维吾尔人重要,还是十三亿中国人重要?我对他说,我们邀请什么人不会受你的影响,德国是一个民主,言论自由的国家。 为此,这位外交官立即就走了。 对此,林德斯·帕赫尔最后对媒体强调说,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,我们为维吾尔人做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 以上是推记的天意由德国发来的报道。